你好 欢迎收看6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总统教育奖是为了鼓励及培育学生 能够以顺处逆发挥人性积极面 并且在内境当中 还可以奋发向上及乐观进取的学习精神 当作是选拔的标准 分为大专、高中、国中、国小四组 采出省及副省两个阶段来领选 而今年花莲县有三位学生获奖 这次也特别由县长学政委来接见获奖同学 也颁发奖状给他们 2023年总统教育奖 欢迎先国中获奖的学生 并且前往幸福调警报寺 接见县长徐政委 并且颁发奖状给获奖的学生们 接近一开始 县的学会并邀请上位学生发表感言 首先发言是华康国中的卢千亭同学 自我介绍之后 紧接着并向大家推荐行销自己 来分享一些有感而发所画的图 欢迎大家上网去看一看 同时也加码和大家分享 自己最近在设计网站想要接一些委托案 赚你利用钱可以犒赏自己 现在学生表示 原来孩子们也住在台北 一起床就会打翻替 回到花莲以后就不会了 可见的花莲的好空气 真的是非常适合 也让身为母亲的她相当感同身受 紧接着分享是东里国小的潘云桐同学 在2022年全国体育鼠杯 周球锦标赛 融合女子U13岁组全国冠军 代表的是她的信息就是踢足球 之后想当足球国手 代表花莲 代表台湾世界各地参赛比赛 最后分享则是出场国小的陈巧玉同学 是111年全国身心障碍运动 听障桌球女子丹达亚军 她大房且有之前的表示 兴趣就是跳舞也喜欢打桌球 打桌球会让她相当的快乐 始终乐观并能够以顺处逆 发挥人心的积极面力争上游 出来拔萃 据表彩的作用 给予点亮未来的教育希望 她还提点三位同学们 发展感恩人心 感谢所有师长以及长辈们 用无尽的教育爱导导 无论在学业或是为人处事上 有良好的成就与成长 也奠定未来生活的厚实基础 记得喜欢黄色伯导